CIOC 自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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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老師推車 今天推什麼車 帥 阿呆為什麼那麼冷還要拍 他拍我沒有片可以剪 喔 很冷耶 沒有片了 這個是很難得的一台 現在來現場是2010年的 馬自達的CX-7 CX7 那我們在路上常常看到CX3 CX5 CX9 CX7比較少看到 那因為他當時在台灣只有賣兩年而已 2011年 12年剩下最後的幾台 把它賣完之後就停產沒有再出了 不過這台車是很特殊的 他當初2006年其實在美國 就已經上市了 所以這是很罕見的就是他日本當地還沒有上市 現在美國賣完之後 再陸續回日本阿亞洲各國 才有開始在販售 那他的這個排氣量是2300cc 然後渦輪增壓的引擎 馬力有238匹 CX7看到他第一眼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啦 我覺得很像這個當時 我稍微比較年輕時候的 RX8 感覺他所有整個側身的線條阿 車頭的形式阿 都跟RX8很像 只是把RX8稍微怎麼樣 架高了一點點 有沒有 當時他在美國上市 我記得他的名字叫做 MX的 Close Sport 我跟你講每個人選名字都不一樣 然後後來才改名 一律統稱為CX7 這台車他前面的這個 底盤避震系統阿 三腳架系統 都是用這個MPV的 然後他的後避震系統 用的竟然是什麼你知道嗎 馬自打5的系統 這拼裝車的意思 我跟你講我們就這樣 我就喜歡這種特殊的車 因為他當時 上市的定價是159萬 很貴對不對 但是我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 為什麼今天小師要介紹這一台車子 那接下來我們就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台車有什麼過人之處 我覺得近幾年來阿 馬自打坐車有一個 我覺得蠻屌的地方 就是說 他的設計師真的蠻厲害的 從2010年之後 他的設計師設計出來的車阿 我覺得比較不容易過時 我覺得那個就是一個 設計師的一個風格 可以延續比較長的生命週期 所以我覺得這個車 即使在現在 2020年 10年了對不對 我們把這台車開到路上 我都不會覺得說 他是一台很舊很舊的老車 那我覺得他這個側邊阿 你從側邊看這個霧燈的線條 真的很誇張 他這邊這樣 奶的味道喔 再捧出來 他這個不是一個平面喔 一般我們看到那個霧燈 不就一個平面的霧燈嗎 可是他這裡竟然還設計這樣 我覺得就是蠻厲害的 而且他的這個整個氣霸 寶感做起來就是什麼 很霸氣的感覺 還有這個大燈 真的跟當時的這個RX8 RX8現在都不見了對不對 很少看到了 因為他的引擎 其實有一個 壽命的週期 他好像引擎到12萬至15萬的時候 那個轉子引擎就必須要大修 那一修起來要十幾萬 所以很多車主其實就不修了 他當時給的是這個18吋的旅圈 2356018的旅圈 他這個當時是 全時的智慧的四輪傳動系統 他會依照你的道路需求 他會自己轉換成四輪傳動的系統 當時他原廠就給了這個車頂架 你要踩腳踏車阿 我在路上看到一些踩腳踏車在上面 沒有看怎麼看怎麼怪 我會覺得好像車很高 要過逢坑的時候會覺得自己頭會被 會被削到 對會不會被削到的感覺 然後會覺得像風這樣吹 我都覺得那個 難道沒有發生過腳踏車飛掉的嗎 欸如果下面有人看過這個 車頂腳踏車飛掉 跟我留言一下好不好 因為我真的不了解 我只是覺得這樣 兩台站在上面 看起來就有點危險 你說背在後面 我覺得還安全一點 可是站在上面 這樣站直挺挺的 我覺得有點可怕 那這個尾燈 當時你看這種銀白色的尾燈 那個年代大概最早 我覺得有看到的應該是IS200 Lazos IS200 開始用這種銀紅色透明的尾燈殼 那之後這個馬自達6 也有用這種銀白色的 喔對當時他原廠就給你雙出的排氣管 看一下後車廂 我跟你講阿呆我們現在車那麼多 其實我有時候喔 有一些車我會抽查 下班開回家 有些車我真的連抽都不想抽 但這一台我坦白說 我上次有把它開回家過 那我那天我發現是 我覺得它的後車箱其實不大 我打開以後有嚇到 感覺深度跟Focus差不多 好像差不多喔 對啊 感覺深度跟Focus差不多而已 身為休旅車 它沒有特別的大 然後它這邊一樣喔 跟我們之前介紹過有一些車種 它有這個自動的快速 坐以傾倒 坐以傾倒 那那時候那個年代 它也還沒有設計電尾門 然後它這個棧板下面 就是喔好大喔 就變成什麼大 185 8017 喔比較厚 比較窄 還有一些置物盒 後面就這樣沒差好 把它搬起來 啊跟大家分享一下車內空間好了 好不好 我先調整一下我開車的距離 欸看到沒有阿呆 BOSS好不好 BOSS音響 我跟你講我很喜歡這種美國車 好險這台車有電動後置鏡可折欸 喔有的玫瑰車是沒有的喔 它那時候就有這樣一個設計喔 做這個金屬色的這個四條 烤漆的四條 它不是金屬喔 是塑膠的喔 黑色鋼琴烤漆 我跟你講 內裝用什麼木紋喔 球棒紋路有沒有 那個我們之前在CT200那個 誰要買啦 你就很簡單嘛 你就烤黑色烤漆不就好了 對阿比較好看 至少是安全牌嘛 對不對 金屬色跟黑色是安全牌 那你用的迴伯尼的 有喔 我不要說 不過再來當然它這個配備很好嘛 它還有這個三組的記憶電動椅 安全氣囊就是緊繃六顆吧 那時候緊繃就是六顆 然後它的腰靠不是電動的 你這個把手搬下去 這邊要噴出來 手動的喔 手動的要噴出來 它這個是簡配版的啦 因為怎樣 每個人腰的位置不一樣 像如果泰山比較高 坐下去它這個就是什麼 屁股靠 屁股 很多美規車都會有電熱 那美國人到底是多怕冷 是說我們今天這邊感覺超冷的 然後你過來喔 它這個中央扶手都會做一個鑰匙 所以我在想說是不是 美國人都不喜歡鎖車門 然後它這裡面蠻深的啦 它裡面做了兩個夾層 這夾層是比較勇雄一點 看人家這樣我去大創有沒有 擺在那邊特重39有沒有 對阿不過這中央扶手很深啦 你看我手這麼長 伸進去很深啊 它裡面還有點驗器 AUX都在這 鋼琴烤漆 全部都是鋼琴烤漆有沒有 可是鋼琴烤漆你看到很容易刮傷 你看這超多刮傷的 我覺得那時候他們還賣得好 還有一個原因 它裡面的燈光做的真的很漂亮 阿呆你過來 你一定要拍一下這個發動 那個燈光亮起來 我剛好拍過 你剛好拍喔 因為我覺得很漂亮 很帥對不對 那時候它這個整個系統啊 這個燈的系統跟所有馬三 都是一樣的 然後他們那時候有說一個啦 說這個叫雙層式的儀表 下面一層嘛 上面一層嘛 阿可是媽的 反正他們要賣一個東西 就是會發明很多詞彙 有沒有 VMOTION 剛剛就講到這個 不要再講了 我的意思是說 他們就會發明一些形容詞出來 我就想說 每次我在看那個 柯平大道的影片的時候 我都想說 為什麼他們都能講得出 這麼好聽的形容詞 深深的覺得自己很懊悔 當初為什麼台大不去念 是因為搞不上 什麼鑽石切銷式大燈 有的沒的 我們都只會講說 哇燈好漂亮 哈哈哈哈 然後這個 那時候就是圓形的出風口 可是他這個出風口 我覺得 他設計的應該要像這邊一樣 可以這樣旋轉比較好 中間只能上下跟左右 看一下後座 我剛剛說要看一下後座的大小 對不對 沒有車那麼大塊 不知道後座空間怎麼樣 去後座看一下 主通耶 我覺得偏小耶 對啊我還以為 那個他後車廂沒那麼大 他會把這個位置弄大 結果也沒有 我看這個可不可以調椅背好不好 啊看起來也不行啊 幹到底了 他前後也不能調 不行啊 好鳥喔 沒有他的外型看起來這麼大 他空間就去哪裡了 莫名其妙 我覺得喔 休旅車其實應該 也不要說休旅車 我覺得先背車啦 當然我不知道 這個跟安全有沒有關係 我覺得先背車 如果能夠設計稍微以背 可以做一點點 直度到20度左右的一個輕檔 對不對我覺得對後座來講 會比較友善一點 要不然像有一些車 你看他如果車頂 坐得又不夠高的時候 像這個大概剩下兩個拳頭 其實兩個拳頭 現在算不錯耶 以我號稱180公分的身高 很多網友都小事都高啊 每次來現場都說 你比鏡頭裡面 看起來 電視裡面看起來要高耶 阿呆你是怎麼把我拍的 媽你到底會不會拍照 你是不是每次幫女朋友拍照 都100張被打槍99張那種 沒有一張可以用的 沒有一張可以用的 永遠拍不出 另外一半要的感覺 很認真去研究說 他怎麼拍有沒有 拍了還是不行 如果說那個觀眾朋友 有那種幫另外一半拍照 都那種一張就能用那種的 你留言 我不相信有這種人存在 好不好 我一定親自回復你 我一定給你鼓勵 這個鼓勵喔 這神人耶 拍一次就可以用耶 有這種人存在世界上嗎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我沒有遇過這種人 不過那個皮壓還蠻軟的 這個摸起來的那個感覺喔 不是那種塑膠皮 這個應該是真皮座 欸如果160萬還給我假皮 我怎麼把他翻臉了 接下來我們去試車 看一下這車開起來 我覺得上次我已經偷開過了 可是我還蠻期待說 跟大家分享說 在那個年代 10年前的這種 2.3渦輪增壓的這種休旅車 開起來到底好不好 它這個有手自排 改檔系統看起來 就跟那時候的馬6 馬3都一樣 BOSS音響對不對 我就開一下 看看隔音 隔音不好 媽媽你都BOSS那個屌用 其實現在有很多車子的設計啊 包含很大台的車或休旅車 甚至冰式 你看到什麼GLC GLE啊 什麼那種 你看很大台對不對 開起來超輕的 現在像那種冰式的車 他們都輕量化以外 然後都把那個出力設計在很前面 所以你在起步的時候 一踩就覺得好像很好開得順這樣 為什麼我還喜歡這種 有一點年紀的老車的原因 就是說我覺得它還開得出 一點點的重量感 當然那個是 兩個人不一樣喔 有些人就喜歡輕輕的嘛 對不對 開起來輕快 這就跟阿呆喜歡女孩子肉肉的一樣 還好 還好 你喜歡瘦瘦的嗎 都撞到骨頭不太好嗎 還是你有肉 你會覺得齁 有時候我聽一些男生講說 我喜歡女生肉肉 你會覺得聽起來 講這句話聽起來很變態 哪裡變態 看他喜歡哪裡有肉 他喜歡女生肉肉的 那這句話裡面 你就會覺得好像有那種 畫面感或聲音感 如果我聽到男生講這句話 我心裡就會想到 好 你喜歡肉肉的不錯 肉肉的好 像我那天 我昨天看那個8891 然後他們不是有四仙草 有人就在那邊留言說 我喜歡佩佩 佩佩肉肉的我喜歡 你聽到喜歡肉肉的 你就會覺得 那聽起來很變態 你要幹嘛 你想幹嘛 有沒有那種感覺 不過意外的 原因不錯耶 而且你看我油門 那邊踩起來 哎呀 感覺真是快 而且它的方向盤其實偏重 我覺得蠻有趣的一點 就是說 我覺得它這個車 它雖然是一個 看起來像是休旅車的車子 對不對 我這樣講有點誇張 可是我想要類似什麼感覺 你知道嗎 我之前講過 我很喜歡那個 開那個凱燕有沒有 我喜歡凱燕的原因是 開到凱燕的那一刻起啊 我第一次有一點感受到說 為什麼我在開一台休旅車對不對 但是呢 它讓我開起來的感受 我不覺得我是一台休旅車 因為通常 比較高車身的車 你可能在過彎啊 加速或受到側風的影響啊 或者是整個油門的響應 會讓你覺得說 你是在開一台 比較高或是不穩的車 反應比較慢 沒有那麼輕盈 可是啊 我在開凱燕的時候 我又第一次覺得說 原來一個做跑車的廠家 能夠把休旅車做的 開起來也像跑車一樣 我覺得這台CX7給我有類似的感覺 我覺得它的過彎的那個 穩定性超好的 阿但你們感受到它的特徵 沒有啊 很穩 很穩對不對 然後它的避震器真的是偏硬 它的彈跳也會比一般的休旅車來的多 說實在來我之前 我也沒有遇過CX7 因為這真的太少 你知道那個整個啊 把那個數字網有沒有 list出來啦 一頁都塞不滿 你還要扣掉那個什麼 茶車不在電 還有那個 同樣一台車 看三次的 有沒有 三個不同人看同一台車 把它排除掉 我覺得這個真的在賣的 可能就那兩三台 我就覺得 哇這個車數量怎麼會那麼少 它當初 它雖然賣159萬對不對 可是它其實它最後 大概剩下庫存 好像20台左右的時候啊 那時候特價好像賣130 一百四啊 原本一百五啊 原本一百六 原本一百六 一百五十九萬 然後它最後20台促銷的時候 賣一百四 便宜二十萬賣 因為它不出了啦 欸隔音不錯 來我們來聽一下音響 喔 有沒有 所以我說隔音好喔 再跟我說你是 上面B&Q的利物音響 還是B&X 我不知道啦 反正你如果要改音響改喇叭 或者是什麼配備 車上配備什麼音響 你所要的條件 我覺得隔音至少要有一定的水準 我相信喔 因為我們每一次收音的器材都一樣 我覺得應該多多少少車種不一樣 大家從收音上面應該都可以聽到 不一樣的感覺 我覺得有時候賣車喔 你品牌的形象跟你有沒有努力啊 其實觀眾朋友消費者看得出來 你看以前福特 人家講到福特是不是媽每個都搖頭 然後你看現在人家Focus褲桿 給你塞那麼多東西 是不是就賣爆 欸你知道以前我那個時代 你回家 我爸我買車了 爸說你買什麼車 買福特 幹你白癡喔 那我買TOYOTA 真的我那個年紀 我那個時代就是這樣 雙餅是不是 那時候是福特是最不行的 我那時候我回家 我第一台是那個啦 我買K8啦 爸說你買什麼車 那時候買那個啊 喜美啊 你怎麼賠車的喔 有沒有 人家那個既有印象 你買喜美就是要賠車 那個年代喔 只有TOYOTA可以買 可以 我接下來要講是這樣 當時新車賣159萬 貴對不對 10年前159萬欸 不是現在 現在159萬買一台 這台也算貴了吧 對啊 可是啊 當時有沒有 這一台車在日本的售價 是360萬的日幣 然後你那個159萬 你扣掉大概30%的關稅 大概是台幣130左右 你知道那個車 我講說當時在日本 是賣358萬 那358萬你直接 當時換成台幣 是130多萬 也就是說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車如果去掉關稅 在台灣買 比日本便宜 然後再來第二個 你在台灣買到的CX7 跟你在日本買到的CX7 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配配都一樣 但是你還比日本當地便宜喔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什麼 經銷商的能力 跟誠意的問題 我常常在講 我就不要講什麼牌子了啦 有很多車大家在研究說 在那個美國上市了有沒有 在日本上市了 過了半年要在台灣 即將在台灣上市有沒有 然後大家就會開始 網友就開始討論 不知道媽什麼配備會被扒掉 有沒有 對啊每次都是這樣 對不對 然後再給你加一個 什麼車每次 不是 剛剛講出來 哈哈哈哈 他就是他原本原裝有的東西 進來沒有 然後再給你裝一個台製品上去 然後我跟你講喔 你回去開喔 車都不會壞 壞的都是後來加裝那些台製品 好我沒有講什麼品牌喔 哈哈哈哈 其實當時有一個歷史的淵源 好像那時候他們日本 因為331地震有沒有 然後台灣有給了日本 蠻多的這個捐款啊 或者是一些援助 然後日本為了這個 有點類似感謝台灣 所以他當時給了經銷商這樣的一個價錢 跟那有關喔 真的真的真的 他當時是有這樣的一個歷史淵源在 可是我覺得這不管啦 我覺得那種感覺問題啦 第一個 我們要幹掉某一些企業就是說 一個東西你明明在台灣做的 結果我到國外買 你在台灣買便宜 對於我們來講 我們會不會覺得 感覺很差對不對 尤其你又是 打著台灣品牌 幹我好像又在講某一個 對阿 一直在演色呢喔 兩個不同間喔 我們又在講同一間喔 我講的是不同間喔 好不好 對我是覺得說 如果我在這邊買到的東西 跟我在日本買到的東西 是一樣的配備 一樣的東西 好我也比好球價錢更便宜啦 對不對 去掉關稅一樣就好了 你就很爽啦 好所以其實我覺得一個 企業在運作啊 你還是要顧及到這個品牌形象 我覺得很重要 而且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的時代 你看現在電腦化介入那麼多 很多東西不一定外場可以解決 像我們還喜歡買這種 老車舊車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說外場容易解決 因為它電腦化介入沒那麼多 所以我在外面買 我買二手車 我買舊車 我在外面也很好維修 很好處理 可是我跟你講現在的車喔 外場越來越跟不上 因為你看一般的民間的保修廠 它要去升級那些電腦的設備 然後要去教育訓練 其實我覺得它們真的沒那麼多資源 我跟你講我甚至喔 我覺得以後喔 不久的將來 你買的車只能回原廠 任它宰割 不然你外面誰會兇 那一套原廠可以連接的電腦設備 要賣幾十萬 那你一般小秀立場買得下去嗎 B4要一台 B0也要一台 服飾也要一台 SCODE還要一台 拿到那麼多錢去添購這些設備 拿到那麼多時間去上課 教育訓練 學這些東西 像那種特斯拉 馬雷換個輪胎都要專用工具 對啊 所以喔其實我覺得 這個原廠喔 實在是應該是要對消費者好一點 我是這樣覺得 35公斤米的扭力 238匹馬力 2.3做238匹其實已經算不怎麼樣 算不怎麼樣嗎 CAMARO 2.0匹 275匹馬力 那這2.3匹才238匹 那2.3匹應該差不多多少 應該這樣講啦 以前是這樣抓啦 你如果說 以排氣量來看 每10公升可以做1匹馬力 真是蠻厲害的 尤其牛家渦輪嘛 所以你2300cc有230匹算是合理 可是我覺得那10年前當然不能跟現在比啦 但是其實我覺得 它這個238匹搭配它這個車重起來 我覺得只能算是蠻輕盈的 也不能說是很暴力什麼 我覺得整個開起來就只有順而已 可是喔這個車油耗可能會很低的 那當時官方公布的數據是高速公路12公里 自虛8公里前 然後平均大概9點多10公里這樣 可是我覺得 依我自己實測起來 應該平均8公里而已 那會比官方還能少一點嗎 一定少的啦很多 而且他又10歲了耶 不能要求人家這麼嚴格 很多人都講 喔老師 這個車 自己的車就不嚴格 我講一個重點 我們是看錢在辦事的 你花1500塊 小姐來就這樣了 那如果這班的 來跟我說1500 媽就打了嘛 對不對 你跟我講1500 媽這8000你講得下去 對不對 當你花8000的時候 你要求就高了嘛 是不是這樣講 所以我常常在講說 有時候看車 當然你要看車子本身 那我會講 媽越貴的越棒啊 我看到賓利 我會覺得好棒 法拉利來 對不對 就算媽開開熄火 我覺得我好帥喔 怎麼法拉利熄火可以這麼帥 有沒有 你如果要送完我都沒關係啊 可是問題來了齁 我覺得 有時候像我們本身是二手車商 所以說我在判斷一台車的 划算不划算啊 CP值怎麼樣啊 好或壞啊 其實我必須要把一個 重要的因素列進去參考 就是什麼 價格 我跟你講啦 哇這台車跟你說 阿呆在CX7有沒有 賣你三萬啊 那你會不會覺得一切都好棒 椅子也舒服 油門拆起來好輕盈喔 哇過彎 很流力 沒錯吧 你容忍度就高了吧 對不對 也許有時候會比較主觀 但是我要講說 其實老司推車 在跟大家推一台車的時候 我要把價錢運出 也算進去 這樣才是 可以給消費者 最好的一個參考 那當時這個引擎 是第一次 在台灣最早 馬自達的 缸內直噴的引擎 那再來車比較常見的問題 就是配油水跟進氣氣管 都很容易髒 所以要定期的清理 有一個也蠻容易壞的 聽說它那個下底盤的一個 那個叫什麼 傳動軸支架 也蠻容易損壞的 不過傳動軸支架 那個費用值蠻低的 我記得兩三千塊而已 那再來就是一些 空氣流氧器 一些電系的產品 要比較注意一點 比較容易會亮故障燈一點 其他目前還沒有傳出什麼 太大的災情 因為這六速的 手自排的這個變速箱 基本上也算是已經 用了很長的一段時間了 這個車開起來真的蠻有重量感的 在高速公路開起來 其實不太會 不太會有心虛感 其實你看像現在 我們現在前面的Lazers這種車 那我會覺得像這種車 它算很舒服 可是你在過彎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有那種心虛的感覺 因為它的這個晃動 然後因為它這個過坑洞 雖然它可以很好的去吸收掉 一些震動 那讓乘坐的人 坐起來覺得很舒服 可是也很容易讓你開車的人 比較容易覺得自己 很像一個司機而已 你只是盡量的 讓你的乘客覺得很舒服就好了 那這個車我覺得 開起來就會比較有那種 樂學感 對啊如果說 觀眾朋友你是那種 比較喜歡 開起來有路感明確 然後加速 覺得穩定順暢 隔音還不錯 開起來有重量感 有那種 開車的實際的那種 體驗的感覺 我覺得你可以試一下 CX7這台車子 而且有這種人還要爬車啦 我喜歡那種車開出去 路上沒有很多的 阿呆你上次在路上 看到CX7什麼時候 你有影響 還是你看到你就不知道 那是CX7 你應該知道吧 我知道 CX9還比較常看到 對CX9比較多 我覺得當時也是因為賣得太貴 欸160 是什麼樣的阿宅 才會600 然後其實 因為它這個車是四輪傳動的車款 那常常會聽到 蠻多開四輪傳動車的朋友分享 就是說 其實有時候四輪傳動的車子 並不一定 你是要常常爬山 你才需要 其實喔 在下雨天的時候 四輪傳動車是真的可以 預防你打花啦 打水漂 你如果車子開一個速度 忽然地上有一潭積水 一瞬間你的輪子浮起來 你很有可能就打花了 因為有一個輪子忽然速度被卡住 但是你如果四輪傳動的話 它就會幫你維持住 所以其實四輪傳動車 也是一種 這個算是主動性的一個安全的防護 所以阿 流傳你知道嗎 你如果去某一個品牌對不對 你看一台車 它沒有四輪傳動 那你可能拿了一台四輪傳動的車比對不對 那沒有四輪傳動 那一間車廠的業務就會跟你講 那四輪傳動你平常是用不到啦 那你有常常在爬山嗎 沒有嘛 你有在撩K嗎 沒有嘛 沒有在溯溪對不對 現在的路都那麼平了 路況都那麼好 用不到四輪傳動啦 那有時候業務有這種話術 只是說 的確喔 四輪傳動的車是有助於你過彎 或者是發生一些危險狀況 幫助你做一些穩定性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是有幫助的 因為CXC我覺得這個車 因為在台灣的數量少對不對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欸 阿小師你介紹我這種美龜車啦 阿賣那麼少 是不是零件取得會比較困難 或者是零件會比較貴 我有幫大家整理出 一系列零件的價格 那其實我給大家一個觀念就是說 其實因為CX7 馬刺達喔 它的這一些電子零配件 它的功用性太高了 我剛剛就講了嘛 前面是MPV對不對 後面是馬5 所以其實它車上有很多 包含這個電子零件的系統 近排器的系統 還有一些消耗性的零件 其實都跟馬刺達車系是 對於同用的 零件也不用怕拿不到 而且我列出來這個表 不是只有你來找小師才拿得到的 拿得到的東西 才拿得到的價格 而是你自己到外面 材料行隨便交都交得到 材料的價錢 這樣給大家參考才有意義嘛 對不對 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車 2010年的這個CX7 市面上的流通的一個價格參考 這車真的很熟耶 160萬 車商現在收價剩多少你知道 30 不到啦 30還不到 25到30了不起了啦 25萬左右 其實是最合理的價錢 那當然因為 這個車啦 當時160 我要跟它出20萬 我可能會被客人打斷 沒有啦 它正常市面上 就是25萬左右的價格買得到 但是呢 經由車商賣出來 那我不管有整理沒整理 就算沒整理 它也得賣30幾 因為大家都這樣賣 對 因為數量稀少 那其實喔 我很喜歡去推薦搭一些 被忽略的好車 大家都說 我要賣庫港 我要買CRV 我要RV 錢拿出來買都很漂亮 你要買什麼都沒問題啊 可是問題是 對於我自己來講 我主觀的 我認為有一些車 它就是有CP值 我才介紹給大家 那也許啦 我在猜啦 上片的同時 這個車搞不好 也賣掉了嘛 我這個人就是這樣 我不喜歡人家講說 我們推薦車就是為了賣車 對不對 那萬一這個上片了 車還沒賣掉 趕快來賣 拜託 我們也不能出狂啊 對不對 我們也是要過生活的 要過日期 好不好 喜歡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訂閱分享 開啟鈴鐺 留言討論 好不好 我雖然很少回 但是我叫大家他們都會回 以後 我跟你講 叫他們回他們都不回 以後說回一則留言 十塊錢 幹了 我跟你講 毛錢還會回 我跟你講 好我們都會看 有些我覺得 留言真的 我自己覺得蠻感動的 我還是會回一下 好不好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這車真的開起來喔 它不像休旅車 它現在必頓其實真的很蠻硬的 舒服啊 髒啊 開起來很爽 很像凱燕也是這樣 可是凱燕彈跳更大 凱燕我老婆就坐的不喜歡 可是這個車就比它還稍微來的軟 至少彈跳沒有凱燕那麼嚴重 對啊我甚至開回家就沒有念 好不好 我那個是人肉感知器啊 所以一台車舒不舒適 有沒有 載我老婆繞一圈 車平就平好了 喔它這個有一個確定 我沒講到 我覺得它這椅子不好坐 你看媽的坐下去 我有將近二分之一的腿都在椅墊外 不是它這車不是賣美國的嗎 你懂我意思嗎 嗯 沒有日本車坐墊短 我覺得OK 它這個車竟然是賣美國人 美國人普遍應該都高吧 那這個美國人 他們受得了嗎 這個你看 都沒有靠到 都沒有靠到啊 那我的腳大概有一半是在椅墊外的啊 這支撐性很差 我剛剛為什麼忽然想到你知道嗎 因為結束回來店裡 我覺得腳有點痠 你想想看 我才出去繞個20分鐘而已 如果真的叫我開到台中台南去 我比較不痠 要弄回來一點 沒有 變離 喔這樣坐好直喔 哈哈哈哈 這真的喔 就是我腳舒服 但是手就 就換手 手就不舒服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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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